大家好,欢迎来到无说八道,一起探讨世界的奥妙 自从我们推出了上下两集大马五个你应该要知道的世界遗产后 那些影片都获得不少的观众好评 真的非常感激各位的支持和鼓励 如果您还没观看的话,请点击右上角的链接 然后慢慢观赏,除了以上的五个世界遗产以外 我国最近还增添了一个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0年末,马来西亚和中国联合申报的宋王传 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 获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卓明禄 虽然这不是大马首次生意成功 但是此次的生意对于大马华人文化而言 能被列入甘明路,可谓是首例 马来西亚乔生工会总会长颜永和说 宋王传其实源于中国云南文化 大马祖先是在19世纪初把宋王传文化带至我国 大马的宋王传文化都是源自爸爸娘人 宋王传的文字记载,最古老的照片 都是在爸爸娘人的家族中寻活 19世纪初,多次举办宋王传的马六甲泳泉店 历史都是爸爸人 马来西亚宋王传文化第一次拥有文字记载的是在1905年 首次的图片证明是在1919年 以上所述的宋王传都是在马六甲 不过根据图片记载 1929年,沙老月古今也有过宋王传 而且还是由马六甲人引入 除了这两个州属外,现在还有圣王传文化的 还包括柔佛八珠八峡和吉兰丹州 也有和希望弘扬圣王传的文化 包括教育现一代祖先航海智慧和了解人类与海洋的关系 圣王传文化叙述了人类与海洋的关系 也记载着祖先航海历史与丰富的海上经验 以前不像现在,海陆空接通 我们华人祖先在航海充满了智慧 他们通过关心,掌握风向气候等 来了解海洋,知晓何时脏潮或是大浪 这些都是古人留下来的智慧 叶永和认为在看待宋王传文化之时 也应该要了解这些意义 他说,伴宋王传也是一种善举 通过宋豪兄弟上船,让王爷把他们带走 这也寓意把不属于人间或把不好的都带走 宋王传和造船也有一定的关系 在马六甲办宋王传准备工作之一就是造船 而且过程非常讲究 例如,造王传首先要举周餐、开府、安京丁和安隆墓 然后是安兵器和各路元帅、安船号以及安卫 之后是请水放茅,寓意已进到港 请好兄弟上船,然后开光 我们造的王船其实是福建船 所以技术几乎是和福建一样 宋王传升仪从基层开始推动自国家 然后成功被列入名录 大约耗时四年多 升仪的概念是起于2016年 正是否马来西亚乔生工会和中国厦门米南市研究会结合友好会之后 大家彼此了解到宋王传文化皆是国家遗产后 就致力把它推向世界 在马来西亚,主要推动生意的民间单位由 马来西亚乔生工会和永泉店 也有和说 大卯和中国联合申报的宋王传过程非常顺利 2019年3月31日正式提交给联合国 2020年末就得到认可 升仪过程也没有因为资料不全等被推回 此外,工程自一的马六甲州政府 对华特市、拿渡威拉、延田路 意在升仪过程协助加起官方与民间的桥梁 因为升仪一定要通过政府提出申请 所以除了民间族之外,也要与联系政府单位 进入旅游、艺术及文化部旗下的国家文化遗产局接洽 因此,延田路从旁帮助他们和政府接洽 在由马中官方一起联合生意 另外,加州政府和旅游局都很支持宋王传文化的生意 延田路认为,宋王传得到联合国认可后 已经等同是全世界人类共同文化 生意成功后,马中两国已经成立一个工作委员会 推动宋王传文化 生意后,相关人员要定期承报进展 例如报告宋王传文化的维修和传承工作进行的如何等等 不过,由于现在疫情试虐 所以,有很多生意的后续活动和工作被耽搁了 在民间层面,马六甲宋王传五个兄弟公庙 已经共筑了宋王传公庙联谊会 以继续整合和收集宋王传的资料 包括传承和推广该文化 林永和说,我们希望推广这个民间习俗 不要自己宣在马六甲 所以,我们也欢迎其他州属 同时拥有宋王传文化的神庙 一起参与和分享 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安欢然教授认为 竟是宋王传成功生意 对大马华人文化界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他说宋王传生意所采用的模式 或许能作为一个典范 为其他大马华人文化在生意上提供一道门禁 他坦言,中国很多生意成功的案例 大马虽然也有,但过程较审藏 生意的个案和速度远不如中方 不过,这次生意是个很特殊的模式 与中国合作后,所达到的成功与速度是令人意想不到的 也是值得我们探讨和学习的地方 一般上,马来西亚一些华人文化 如果排气较长,可能在深情的时候比较难轮到 安欢然教授建议,在往后华人文化生意 不妨可以采用宋王船的模式 他说,除了宋王船外 已经是大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庄武师 柔佛古庙游行文化和二十世杰林古等 如果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意 亦可以取经 所以,安欢然教授也很期待其他华人文化可以生意 虽然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还没有进行王船的研究 安教授、艺术、马大德书庆华博士 对马来西亚王船信仰文化的研究贡献功不可没 宋王船有着数百年的历史 从当初旨在整集抚慰,欲宰悍地做好事 到唤起人们对宪贝走向海洋的历史记忆 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尊重生命的理念 甚至有着重建社区联系和提供精神慰藉的作用 可说承载着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以及民间智慧 随着宋王船民宿在2021年被列为大马国家级文化遗产 马六甲永泉店是于2017年和中国厦门联手申请王船游行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0年12月,中国文化和旅游部17日发布消息称 中国单独申报的太极拳及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网船游行庆典 生意成功 这是马中两国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双边合作的成果 以致力保护全球人类珍贵文化遗产 做出了另一个创举 同时体现出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 在跨界保护非遗方面的共同关切和责任 生王船则是流传于门南地区和大马的马六甲沿海地区 仰灾起岸的民属活动 至15至17世纪行程以来 从门南地区传播到东南亚地区 被指示人们长期海上生产生活智慧的捷径 已是两国的共同遗产 马六甲最后五世的王船游行 分别在1905年、1919年、1933年、2012年及2020年 美市均由马六甲中内的永玄殿、清华宫、华德宫、清后宫及玉华宫联合举行 参与的分别为五福王爷声明 即是百里、温、猪、石府王爷 王船游行并不是每年都能够游行 有关神庙的理事会 必须在获得座主的御令下才能开始筹备 王船游行的路程及耗时较长 目的是让王爷在每个参差入口 将妖魔鬼怪收入王船内 以为是社会的安眠 由于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所致 马六甲一粒永泉店王船于本月15日 一定要完成宣王船的意思 马六甲不仅是大马建国的古都 也是我国展现多元文化并存的据点之一 随着近期增添了世界飞移项梦 有望进一步释放甲州 甚至我国文化旅游的潜力 促进本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请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和打开小铃铛哦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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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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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